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宰封的三居宫里 同样也是没有道理的 也是失礼的 那么讲到这个问题呢 那大家又有一个联想 就是前面我们讲到了 那么1898年 这个之前 那么中国皇帝呢 确实实都是坐在椅子上 接受外国公使觐见 接受外国公使成绩国书的 那么这个呢 反映出了这个亲王朝 在外交礼仪方面呢 那么还带有很浓厚的 这种传统的这种色彩 是吧 还没有呢 像这个国际外交这个惯例 来进行这个转变 反映了它的这种落后性 是吧 它是应该改变 那么但是我们 你如果说 真的把这个问题 放在历史条件之下 加以客观的一种去分析的话 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就是清政府的这些礼仪要求 是吧 它不但是源于 中国长期的这种理智 源于中国这种外交传统的 是吧 而且呢 是清政府从天朝大国的这种 自我封闭的这种思想状态之下 走向世界过程当中的 一种必要的环节 是吧 它是在从封闭 走向世界当中的 这么一个必要的环节 它的发展方向是向前的 是要向世界外交礼仪惯例 靠拢的 是吧 它是在和世界外交礼仪 在不断的接轨 不断的趋同 是在这么一个过程当中 那么 德国和西方国家 他们国家这种 外交惯例是什么呢 他们国家的外交惯例 从来都是 国家元首 是站立着接受其他国家的公使 成绩国书的 叫做利寿国书 这是他的传统 那么但是这次德国皇帝 却要改变自己 德国的自身的这种 外交礼仪传统 是吧 他一定要坐着接受 宰封的这种三居公礼 那么很明显 是违背了他们自己国家的 传统的这种外交礼仪惯例 他是一种逆向的行为 是什么 向后退 是一种逆向的行为 那么1898年4月 德国皇帝 德国那个亨利亲王来华 是吧 光绪皇帝 给了他一个利收的一个待遇 就是光绪皇帝 站立起来 那么来接见 这个亨利亲王 不但这样 而且给了他一个什么呢 出玉座相见的一个礼遇 光绪皇帝不但站起来 而且出了开 离开这个座子 走到前面去 和这个亨利来握手 那么光绪皇帝的这种礼仪改革 也违反了自己国家 就是我们中国的这种 传统的这种礼仪惯例 尽管光绪皇帝 也违反了自己的这种惯例 但是什么呢 它是一种正向的一种改革 是吧 它是向西方国家 这种礼仪惯例是靠拢的 是一种正向的行为 那么德国呢 它是倒退 它是一种逆向的行为 那么讲到这地方 那么大家又想 因为我们前面讲到了 就是亨利亲王啊 在觐见慈禧太后的时候 他要求要坐见慈禧太后 是吧 那亲戚我说不行 如果你要求坐见 那就不见了 那么经过交涉之后 亨利亲王呢 是站着去觐见了慈禧太后 那么说 人们又讲 那么清政府要求亨利亲王 是站着去见慈禧太后 慈禧太后是坐着接见 亨利亲王 那么和德国皇帝 是吧 坐着接受 宰封的 这种觐见 那么他也是很相似的 是吧 慈禧太后也是坐着 德国皇帝也是坐着 那么说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 从表面上看 没有什么差异 但是我们实际上 做一个深刻的分析 深入的分析的话 就会发现 这二者之间 仍然是有很大不同的 那么也是不可同仁而语 为什么 因为按照中国正传统的理智 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 是有一个母子之轮 有一个母子之间的一个差别 光绪皇帝虽然非常高贵 一国之主 是吧 贵为天子 但是他在慈禧太后面前 他终归是一个儿臣 光绪皇帝是不能够和慈禧太后 分庭抗礼的 比如说在领域上 光绪皇帝是要低于慈禧太后的 光绪皇帝如果和慈禧太后 分庭抗礼 那么就是不孝不敬 无礼失礼 那么亨利秦王 作为德国皇帝的这个弟弟 来中国 那么这个秦王朝为了表示对德国的友好 光绪皇帝可以给他一些外交上的礼遇 做一些改革 是吧 给他一些这个更高的一些礼遇 那么但是亨利秦王 在觐见慈禧太后的时候 那么亨利秦王 他不能够享有比光绪皇帝更高的礼遇 因为什么呢 就是按道理讲 亨利秦王是应该比光绪的这种地位还要低一点 因为光绪毕竟是一国之主 是皇帝 亨利只是个秦王 那么这个亨利秦王本来比光绪皇帝的地位还要低一点 是吧 那么至少他来了之后 是吧 我们为了表示对他的友好 他不能够超过光绪皇帝 我想这一点大家都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清政府之所以要求亨利秦王 见慈禧太后的时候 必须呢 要立的见 是吧 他有很多方面的考虑 那么但是他有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他考虑到什么呢 亨利秦王他在见慈禧太后的时候 他所想之后的待遇不能够高过光绪皇帝 那么因此这个总理衙门 在同这个德国公使海径 在交涉亨利秦王 是不是要立见慈禧太后的时候 这个总理衙门讲了这么一段话 说皇上就是光绪皇帝 皇上在太后侧 一系势力 就是说光绪皇帝 在见慈禧太后的时候 他也是不能够坐着的 他也是要站着的 因此说亨利秦王 是吧 那么见慈禧太后的时候 是战利 实际上他享有了和光绪皇帝 平等的那么一个地位 那么我说 讲这个问题是讲什么呢 就是中国强调亨利秦王 要立见慈禧太后 除了国家关系 是吧 外交礼仪方面的一些分析之外 那么还有一点什么呢 就是中国这种传统的 政治伦理观念的影响 亨利秦王 他在政治待遇上 不能够高过 这个光绪皇帝 那么而 德国皇帝 这次向中国提出来的 他要坐寿载风三驱宫礼 他呢 完全是在 蔑视教育国的国家主权 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提出来的一种礼仪要求 那么这种礼仪要求 既蔑视教育国的主权 那么又违背了本国的 传统的这种政治礼仪 这种政治文化的 这个基础 完全是对中国的一种 恶意的一种侮辱 就是出于一种刻意的 就是要侮辱中国使团 那么因此 清政府认为 说德国这种礼仪要求 实在是屈辱中国过甚 提出要求太无理了 太过分了 清政府讲 即使我们派的使团 是向你来道歉的 专门为道歉而来 但是德国方面 义不应屈辱中国致死 你不能够这么无理 德国提出这要求 是不是无理了 确实太无理了 那么后来德国方面 也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 自己已经骑虎难下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方面 如果继续坚持这种无理要求 中国的使团 如果就此回国 那么德国方面是很被动 是吧 德国方面提出这种无理要求 很可能还会遭到 西方国家 一些正义人士的一些批评 那么在这么一个情况之下 德国方面 后来呢 自己改变了自己这种 外交上的要求 叫做自由转机 敬自允许免贵 就是他自己 改变自己的这种礼仪要求了 那么就传达了一个信息 说德国皇帝答应了 中国的这个随缘 免出贵败 那么最后呢 中德之间呢 做了这么一个 折中的一个处理办法 就是载丰 只带着音昌等几个人 去进进德国皇帝 那么其他随缘 都不参加进家 那么这个跪拜这个问题 那么这样就解决了 那么说 经过了一个多月时间的 中德之间的交涉 中德之间这种 礼仪之争结束 那么对于这个问题 我想我们应该得到一种 什么样的一种认识 或者一种历史上的一种 借鉴 那我想是这样 从1840年 英国对华发动战争 一直到1900年 义和他运动 中德之间发生了 很多这个礼仪之争 那么在这个礼仪之争当中 带有非常明显的 帝国主义这种强权的色彩 中外之间是不平等的 那么尽管中外之间是不平等的 但是呢 但是呢 他基本上是中外两个国家 或者说基于中外的国情的不同 文化背景的不同 是吧 外交礼仪传统的不同 而发生的一个争论 双方都是基于自己国家的这种 政治伦理观念 文化传统 提出自己的一些外交上的要求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种 这种争论 那么在这个义和团运动之后 载风使得其心 德国皇帝提出来的这些 无理的要求 不但是西方国家所没有的 他们也违背了他们自己 一贯所标榜的 这种外交礼仪惯例 它是改变了德国自身的 这种文化传统 因此我说 德国方面提出来这些无理要求 充分表露出了 帝国主义这种强权政治 它的这么一种本来面目 反映了西方这种 外交礼仪惯例的虚伪性 那么清政府 希望把外国 约束于中国传统的 这种政治伦理 或者礼仪惯例当中去 这种做法肯定是错误的 必须要改变的 那么但是西方某些国家 出于一种特殊的需要 是吧 意气用事 改变自身的这种文化传统 礼仪传统 那么这种做法 那么比清政府要更加荒谬 更加错误 那么这是我谈到 中外礼仪之争 和中外传统文化之间 这种关系 关系这个问题呢 我就讲到这里 那么下面我们讲这个第五个专题的 第五讲 第五讲的题目呢 叫做中国跪拜礼仪的废除 那么在1912年呢 这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 那么就正式颁布了一个命令 那么就命令啊 政府官员和国民 禁止行这个跪拜礼仪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作为这个一种政治礼仪 或者社会礼仪的 这么一种跪拜礼仪 那么就被国家 以政令的形式 正式宣布废除了 那么中国这个 这种跪拜礼仪的废除 应该说呢 是多重历史因素 综合作用的一个结果 那么其中呢 首先呢 是这种跪拜礼仪 受到了西方国家 从外部的 这么一种冲击和挑战 那么下面 我首先讲第一个问题 就是外部的蝎子 就是西方国家 他们提出来的一些 有关外交礼仪方面的要求 如同一个蝎子一样 打进了中国这种传统的 礼制当中去 那么打开了一条裂缝 那么中国这种跪拜礼仪啊 那么就发生了变化 那么第一个问题 外部的蝎子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 这个跪拜礼仪啊 是中国古代 施敬者 那么向对方表示最崇高敬意的这么一种礼节 那么同时也是在中国古代 使用时间最长 或者使用频率最多的一种礼节 那么伴随着历史的这种发展 那么这种跪拜礼 使得这个施敬者向敬礼者 所表示的那种人格的这种屈辱的色彩 那么这更加明显更加浓厚了 就是说一个人 是吧 像另外一个人行跪拜礼 那么这个施礼者 他就是人格被贬异 是吧 被贬低这种色彩 那么随着历史发展 这越来越浓重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跪拜礼仪 那么就成为封建社会当中 尊卑贵贱的 这种等级制的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 就是表现他的一个尊啊 卑啊贵啊贱啊 它这种等级形式 等级制的这么一种表现的一种形式 那么清王朝入住中原之后 那么这结合着中国历史上的 历代的有关理智的一些规定 那么做了一些应格损益 那么它也形成了一整套 非常严谨的 非常繁杂的 这么一套理智的规定 那么仅跪拜礼 那么就有 像一跪三口手 两跪六口手 是吧 三跪九口手 那么另外还有什么 一跪四口手 等等 有各种各样的这种礼节 那么鸭片战争以前 西方资本旅国家 相继来到中国 那么这个西方资本旅 资本旅国家来到中国之后 就力图按照他们的这种要求 按照他们的面貌 是吧 来改造 他们同中国之间的关系 要求同中国建立起 国家的或者政府之间的 这么一种直接的联系 那么同时还要求向中国 要派遣驻京的公使 要求向清朝皇帝 成帝国书 那么当时秦王朝 因为不了解当时 世界发展的这种 大的这种形式 是吧 他一直都在闭关自首 那么秦王朝就自认为 自己是一个恩贝万国的 这么一个天朝大国 那么拒绝外国公使呢 来见见清朝皇帝 那么如果外国公使 要求觐见清朝皇帝 那么就必须要对清朝皇帝 实行三跪九扣的这种礼节 那么但是当时西方的 资本旅国家认为 他们的公使如果向清 清朝皇帝行跪拜礼 是吧 那么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 对于他们国家的君主 是一种侮辱 那么因此他们这些 资本旅国家 一直要求清政府 要废除跪拜礼节 就废除外交公使 向清朝皇帝行这个跪拜礼 那么这样呢 中国传统的这种跪拜礼节 跪拜的礼节 那么就开始受到了 西方资本女国家的 这种外交礼仪的挑战 或者遭到了西方 资本女国家 这种外交礼仪的冲击 那么到了第二次 亚非战争以后啊 像英国 法国 俄国 美国 那么这些国家的外交公使 那么就常驻到北京来 就住在北京 那么这些国家的公使 就多次要求 直接去觐见清朝皇帝 但是他们不肯行跪拜礼 那么说中外之间 在这个外交礼仪方面 就不断的发生一些纠纷 发生一些交涉 那么当时清政府 就以同志皇帝 年龄很小 当时同志皇帝 大概只有五六岁 那么呢 是由慈安和慈禧 两个皇太后 垂帘听政 他们就讲 皇帝很小 慈安慈禧 他有垂帘听政 是男女有别 因此他们认为啊 清政府这个时候 接见外国公使 是不恰当的 那么就对于外国公使 要求禁见清朝皇帝 这个事情 给予了这个婉拒 给予了拒绝 那么这样 到了这个1872年 两国太后 彻联归正了 那么同志皇帝 开始亲政 那么这个时候 西方资本旅国家的 驻华公使 就组成了一个外交使团 就联合向清政府召会 要求呢 他们要求禁见同志皇帝 要向清朝皇帝 来成立国书 那么这样呢 中外之间就反复交涉 那么中外交涉的一个 根本的一个焦点是什么呢 就是外国公使 以什么样的礼节 以什么样的礼仪 去觐见同志皇帝 那么当时外国人说 如果他们的公使 对清朝皇帝 行三国九寇之礼 就会呢 大师政府尊严 挤身之体面 就说 如果外国公使 向同志皇帝 按照清朝皇帝 清政府的要求 实行三国九寇 那么呢 就大师本国政府尊严 把自己国家 当成了清政府的一个附属国 以及呢 挤身之体面 就自己 就是清政 就是这个各个国家的 这种外交公使 他们自己体面上 也会受到了一些影响 那么因此就坚决反对 实行这个跪拜 那么清政府 那么坚持什么呢 他们坚持 说跪拜之礼 罪观中国国体 是不是跪拜 关系到大清朝的国体的尊严 那么因此这个双方呢 就不断地进行这种交涉 那么经过了几个月的交涉 中外双方都进行了 一些必要的妥协 就中外双方都有妥协 那么清政府做了哪些妥协 清政府同意外国公使 可以不对清朝皇帝 行跪拜礼 就是改变了中国这种 传统的跪拜礼 清政府做了妥协 那么外国方面 也做了一定的妥协 外国方面的妥协是什么呢 就是外国公使 他这讲 他说我们这些外国公使 在觐见本国的这种总统啊 或者国家元首的时候 或者说在觐见其他国家的这种总统君主的时候 并不行跪拜礼 是吧 只是呢 行个三居公礼 他说这一次 我们去觐见清朝的同志皇帝 是吧 愿意呢 改为五居公礼 就是他 他说我们原来在国内 见我们的这个君主 是吧 见其他国家的君主 都是三居公 但是这次我见同志皇帝 我们愿意五居公 以朝格外进城 就是一表示 我们对清朝皇帝 是格外的尊重 表示我们的一种诚心诚意 是吧 那么说外国方面呢 也做了一些让步 那么这是西方私部的国家呢 他同意呢 用五居公之礼 来觐见同志皇帝 那么我们在这要指出来的呢 就是日本公使 日本大使 副导总臣 态度非常专横 副导总臣 只答应对同志皇帝 行三一之礼 就是做三个一 那么这样呢 在1873年的6月29号 西方国家的公使 以五居公之礼 日本大使 副导总臣 以三一之礼 在我们现在的中南海的紫光阁 觐见了同志皇帝 那么外国公使 以鞠躬礼 或者座衣礼的形式 觐见同志皇帝 那么这个事实 就像一个强有力的一个蝎子 打入了中国传统的体制当中 这个传统的体制当中去 就是严重的动摇了 中国这种传统的理智的 这种根基和权威 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外部因素 对于中国传统理智的 一种冲击破坏或者挑战 那么下面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我先讲一下呢 中国内部的反思 就是讲一讲 中国这种跪拜礼仪的废除 除了外部的 这种力量的挑战 还有自己自身内部的一些条件 那么第二个问题 要讲一下中国内部的 这个反思 那么我们都知道啊 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 对吧 那么除了它的外部因素之外 还需要有它的这种 内在的一个条件 那么中国跪拜礼仪的废除 也是这样 就是它既有外部的这种因素 又有内部的一些必要条件 那么从19世纪中叶以来 那么西方的很多传教士 那么来到中国 那么这些传教士来到中国之后 主要是要向中国传播 他们的一些宗教 那么但是同时 他们也带来了一些 介绍西方国家的 像政治啊 经济啊 军事啊 外交啊 思想啊 方方面面的书籍 那么在这些书籍当中 也有一些呢 是专门介绍西方的啊 这种理智和礼仪的书籍 就是西方一些社会礼仪 政治礼仪 也有这些书籍 你比方讲 像西礼须知 就是介绍西方的礼节 容礼惜之 就是介绍西方的军队当中的 一些有关的礼节 那么外国传教士 所带来的这些介绍西方国家 或者西方社会 这种理智的一些书籍 毫无疑问 大大的开拓了国人的眼界 那么这个呢 对于我们中国人了解外国 了解外国的礼仪 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但是有一点 就是这些礼仪的传播 这些关于这个礼仪的书籍的 一些传播 是吧 毕竟是通过外国传教士 是吧 介绍到中国来的 那么对于中国人来讲呢 他感到总是有些隔膜 就是我们经常讲的 纸上得来终绝前 那么但是到了19世纪 六七十年代 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什么变化呢 就是到了19世纪 六七十年代 清政府不断的向西方 向海外 派遣各种各样的这种使团 派很多人到西方去了解西方 去西方进行考察 进行访问 那么这样 中国的这些官员 就有可能亲自 直接的去了解和感受 西方国家 西方社会当中的那种政治礼仪 社会礼仪 外交礼仪 是吧 他就有一个直接的 有这么一种感受 是吧 那么而且这些人 在看到了西方国家的这种 政治礼仪 社会礼仪 外交礼仪之后 他就会自觉不自觉的 联想到本国的 这种传统的跪拜礼仪 那么他们就会要考虑 是不是有必要改良 修正中国传统的这种跪拜礼仪 那么也是说 他们这种直接的感性的 这种了解 对于中国人要求废除跪拜礼仪 那么也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 那么这用我们一段话说 就是说 绝止此事要功行 就是他自己有了一个 气深的了解之后 感受到了 中国有必要改革过去那种 传统的这种外交礼仪 或者政治礼仪 那么这个1866年3月 清政府派了一个 山西省的原来一个支县 就是这种外交换机 就是这种外交换机 所以我现在就会有很多 对这种外交换机